这个男孩在学校被同学霸凌 不堪屈辱的他将此事告诉了老师 可老师非但不理会 还请他忍一忍就过去了 当他从办公室出来时 欺负他的校爸又拦住了他 竟敢告重是吧 随后他们将男孩带到了KTV 让他脱光跪在地上 用拖鞋狠狠地抽打他 这天放学的路上 校爸又向男孩要保护费 男孩不给 他们就将男孩推倒在地上 故意用摩托车碾过他的腿 然后聘取学校的保险金 这实在是太嚣张了 男孩没办法 只能一拳一拐地去报警 可警察却说 校园霸凌不归他们管 打电话让学校暴力委员会的人处理 原来男孩是外地来的转校生 而且他的家境本来就不太好 这天他刚帮我母亲 卖完海鲜来上课 可班里面的校爸 故意夸大扭曲事实 说他身上实在是太臭了 没想到他们越来越过分 专门欺负男孩这种没有地位的人 把他拉到天台进行殴打侮辱 这里的学生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得知男孩去报警 校爸们便来到了男孩的家中 不知情的母亲还在热情地招待他们 而校爸趁着他妈妈聋哑听不到 不仅进行各种吐槽谩骂 还抢过母亲的刀来威胁男孩 第二天 学校暴力委员会的部长询问男孩 校爸有没有故意伤人 一旁的母亲激动不已 明明跟我说的是事故 怎么就变成了故意推到马路边上 可想到校爸以母亲的性命为要挟 他还是向对方妥协了 而校爸只需要假惺惺的道歉 这件事就能不了了之 男孩彻底失望了 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于是他上网查看自杀的办法 突然屏幕上出现一个弹窗 上面写着别寻死 我们帮你复仇 男孩转头看了一眼熟睡的母亲 还有充满幸福的照片 他果断拿起手机 拨通了那个电话 复仇者们接收到消息 到其开上出租车接走了男孩 然后带着他一起前往学校 到了学校 到其假装拿错班主任的饭菜 班主任上前说他拿错了 可他不知道 道歧已经在饭里放了腹泻药 让他足足腹泻了七天 因为他要顶替班主任进入这个班级 晚上的时候 复仇者成员为道歧伪造了教师证书 第二天 道歧顺利应聘上班主任的代课老师 新老师上课的第一步就是点名 当点到校爸时 他直接站起身往教室外走去 面对道歧的质问 他鸟都不鸟他 下课后 道歧正在买饮料 突然被一个一拉罐砸在身后 回头发现重视校爸 几人问道歧借钱 道歧不给 然后校爸一耳光 扇在了同班的脸上 然后大喊老师打学生 接着顺手拿走了道歧的钱包 道歧懵了 作为老师的自己 竟然被自己的学生给敲诈了 校爸拿着道歧的钞票后 没有着急去花 而是来到路边 欺骗收破烂的老人 是傲高价回收他的纸箱 让他帮自己去买条烟 自己是未成年 老板不卖 很快校爸就收到了一条烟 作为回报 他给了奶奶喝剩的面汤 而这种事 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转眼就来到夜店 是要起自己抢来的钱财 他们的目的不是来这里玩 而是来给混社会的交保护费 只要他们在学校犯了事 这些人就会替他们解决暴力委员会 但这还不算完 他们打算好好教训这个新老师 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学校的老大 这天 校爸找到一个女生 威胁他配合自己演出戏 虽然女生很不愿意陷害老师 但他更怕校报的报复 与此同时 一名小弟找到道歧 缓冲有人在图书馆等他 他前脚刚走 另一名小弟就出现了 他将装着女生不雅照片的杂志 放进了道歧的包里 这一边道歧来到了图书馆 发现四周没有人 于是又跑到了外面去找 这时女生出来了 他装乱自己的头发 脱下外套 然后走出图书馆 大声尖叫着说老师偷拍自己 此话一出瞬间引来大批同学的围观 下巴也是一脸得意的笑 这时校长也接到电话 他于是利用广播让道歧去教室等他 去教室的路上 女老师不停的指责道歧 当道歧走过校爸时 给他们眨了一下眼 校爸气炸了 一会儿看你还笑得出来不 等来到教室 校长指责道歧是怎么管教学生的 竟然出了这种丑事 校长禁止走向校爸的座位 将他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果然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带颜色的杂志 还有偷拍女生的照片 这下校爸完全懵逼了 女老师问女生这是怎么回事 女生说刚刚有只虫子跑到了衣服里面 这下该轮到道歧得意了 原来在二十分前 道歧和那名小弟走的时候 早已将一枚隐形摄像头放在了桌上 另一名小弟放照片的是 被复仇组织的成员看得一清二楚 很快 女成员就打扮成学生 非常自然的来到了办公室 将包里的颜色杂志取走 并放进了校爸的包里 紧接着拨打了校长的电话 声称校爸偷拍自己的私密照 校长勃然大怒 紧接着高安找到女生 将他被威胁的照片给他看 劝他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否则就告发他 就这样 校爸几人成了偷拍狂 放学的路上 校爸三人看到警察 正在抓捕贩卖划子的大爷 声称他的烟里有违禁物品 警察问大爷都卖给了谁 大爷颤颤巍巍的指向校爸们 吓得几人撒腿就跑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大爷是复仇者成员假扮的 那两个警察也是 他们来到小树林 闻了闻昨天买的划子 感觉就是面粉的味道 校蒙的几人赶紧将剩下的都埋了起来 第二天上课前 校爸一脚将讲台踢歪 并警告所有人 一伙老师来了谁都不能搭理他 随后在课堂上玩起了手机 不管道琪怎么劝说 校爸理都不理他 甚至还走上了讲台嘲讽他 想让道琪动手 台下的同学都拿起手机录像 准备看好戏 但道琪可不上当 随后说那今天就不上课了 接着道琪打开电视 可下一秒 校爸几人就傻眼了 因为电视里放的 竟是他们昨天埋东西的画面 然后道琪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连网解释说自己放错了 此时他们拿道琪也是毫无办法 下课后 他们拦住道琪问他想怎么样 道琪却说自己一定会保密 放学后 塞尔来到了网吧查资料 发现现实面粉会坐牢五年以上 并罚款五千万 一旦道琪告诉警察 他们就死定了 他们想着赶紧毁灭重局 然后来到了后山把面粉挖出来 可明明埋在这儿 却迟迟找不到 这时校爸却收到了一个电话 殊不知道琪正在观察 他们的一举一动 告诉校爸 面粉已经交给警察了 但是自己还没有说是谁的 校爸彻底怒了 像猴子一样被耍得团团转 等他们回到家时 却发现道琪一老师的身份来家访 并且下象棋输给了他爸爸 道琪怎么会这么轻易放弃折磨他们 来到房间 他要求校爸他们借他五百万 如果不同意 只好将名字告诉警察 而校爸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校爸决定找专业人士帮忙 第二天 他们将道琪约到了天台 想借助校外的势力解决道琪 可他不知道的是 道琪曾徒手打倒过200个混混特种兵 这一点小角色哪里会是他的对手 三下五除以二就解决了所有人 他不慌不忙的走到了校爸的面前 一脚将他踹下了天台 另外两名小弟吓得直接尿了裤子 不久后 道琪来到了一家面包店 叫醒了昏迷的校爸 原来道琪的队友早在楼下做好了防护 道琪让他将桌上的面包全部吃完才能离开 还帮他算好了之前欺负同学得到的钱财 这些钱都需要他亲自偿还 校爸说自己没有钱 于是道琪给了他一个饭店的地址 让他每天放学后去店里打工来还钱 直到将所有的钱还清就放过他 之后又拿起了一个蛋糕帮他点上 原来今天是校爸的生日 另一边复仇者成员找到男孩的母亲 表示自己会资助他儿子一直到大学毕业 让他不要为孩子的学费而担心 母亲也表达了感谢 而男孩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并认识了新朋友